上次介紹過新書《跨感官心理學》 解鎖行為背後的知覺密碼 改變他人,提升表現的生活處方箭 作者 Russell Jones 作為感官行銷專家 分享了一些秘訣 教我們如何在生活小細節中增加感官刺激 令我們的生活新鮮、開心 今次說,下班後,去超級市場買東西有甚麼要注意 其實只要明白道理 在其他地方買東西時都會用 讓大家作為一個打開悟感、頭腦清醒的精明消費者 第一,要善用購物車 避免拿著很重的袋子買東西 過了一天,決策疲勞的狀態 已經令人很容易喪失意志力,亂買喪買 如果肩膀背著重物品,就更容易失控 有研究曾經觀察,在大學餐廳中 比起袋子沒那麼重的人 背著重物品的人,在飲食選擇上會沒那麼健康 同樣的現象亦有出現在不同的重量餐盤上 拿著比較重的餐盤時,人的飲食選擇都會比較不健康 研究人員的解釋是,身體負擔的重量會減損人的自我控制資源 令我們放鬆了境界,不自覺買了過口眼又美味的零食 通常都是不健康的選擇 所以,如果想提高自我控制的能力 去掃貨時,記得拿一輛車子 把自己的袋子放在車上再買東西 第二,在臭角上又如何供餘手呢? 絕大多數的超級市場擺位,都會將新鮮蔬果放在最近入口的位置 令整間店的食物感覺更鮮美 之後見到的食物,看上去都會更美味 試想一下,如果一入超級市場 見到的是漂白水、洗潔精等清潔用品 便會立即失去新鮮健康的第一印象 另外,根據上集所說 以及作者Russell Jones 的行銷經驗 部分超級市場都會在店內釋放似有藥毛的香味 我們雖然未必會察覺到 但這些氣味會令我們對店鋪的印象好些 留得久些 不想自己買垃圾食物,可以如何從臭角著手呢? 原來人類嗅一下美食的味道 嗅夠兩分鐘,便可以帶給人感官上的滿足 效果與吃了下肚子差不多 然後,我們便會偏向購買一些比較健康的食物 另一個實驗,是要壽司者在購物前嗅一種味道 然後分析他們選擇的食品 發現嗅完餅乾味才買的人 竟然比嗅完草莓味的人買得更健康 不過研究強調,味道一定要嗅夠兩分鐘 如果就這樣匆匆一嗅,反而會激發起我們暴食的慾望 所以想抵抗臭角誘惑,可以準備甜的氣味 又或在快餐店、麵包店等地方 嗅夠兩分鐘才入超級市場買東西 第三,包裝的視角誘惑 有研究發現貨品擺放的高度會影響購買慾望 因為顧客會跨感官地將味道及高度連結 人會覺得甜的東西應該放在高處 苦味的東西應該放在低處 其實就算沒有這個研究,我們都知道 當眼位置一向都很珍貴 貨價只有這麼多 商品真正做競爭的戰場,其實是在包裝上 現在出街買東西,尤其超級市場 大部份都是預先包裝的加工食物 包裝的用飾、物料、圖案、質感、上面的字具 全部都是為了打動顧客的感官而設 例如人會本能地將綠色連結到健康 因為有大自然的感覺 越重視食品健康的人,就越容易受這些提示影響 康奈爾大學曾經做過研究 邀請98位學生,幻想自己很餓地站在超市櫃台前 然後讓兩支點心棒他們選擇 兩款產品標示的卡路里相同 分別是一個包裝是紅色,一個包裝是綠色 即使明確知道這些營養資訊 這些學生最後都會作出感性的選擇 就是選擇綠色那一款 因為人類集得的感官連結 就是覺得綠色比較自然、比較健康 另外,食品上的圖片都會觸發我們的想像 例如包裝上印有小麥的餅乾 都會令人聯想到健康、天然 而由於包裝食品通常不能散發味道 這些圖片就會觸發我們對食物味道的想像 例如牛奶盒上經常有牛奶倒入杯的圖案或照片 因為液體流動、適淺的畫面 會令東西看得更鮮美 觸發我們對味道的期待 第四,在聽覺方面 超級市場播放的緩慢音樂 會令顧客移動的速度較慢 猶而不缺的時間拉長 購買的數量都會因此增加 有趣的是,播放不同種類的音樂 都會為顧客帶來不同的感官暗示 有美國研究曾經在某一間 Tesco 的葡萄酒區做實驗 一個星期播放典型的法式歌曲 第二個星期播放傳統德國的銅管音樂 通常法國酒和德國酒的銷量比例是4比1 播放式歌曲的星期 法國酒的銷量比例提高到8比1 播放德國歌曲時,情況逆轉了 德國酒銷量變成法國酒的兩倍左右 證明顧客在選酒時 會受到背景音樂的暗示所有道 最有趣的是,當顧客埋單後 研究人員問買德國酒的人有沒有聽到音樂 只有2%的人承認受到音樂影響 而98%的人不但表示沒有注意到有音樂 還堅決反對音樂與他的選擇之間有關聯 第五,超級市場又如何利用觸覺誘惑顧客? 就是溫度 通常來說,超級市場的冷氣都開得很大 冷凍食品的區域當然會更冷 皮膚的溫度感受原來都會影響我們的決策 覺得冷想調節體溫,正常來說我們會穿衣服 但心理上想調節體溫 我們會做出一些認知決定去平衡溫度 就是我們會透過直覺做選擇 感覺冷時,我們會買更多東西去慰勞自己、獎勵自己 同樣道理,但商場的冷氣都是偏冷 亦可以帶來同樣的效果 題外說,逛街買衣服時 為何售貨員會這麼歡迎我們 把衣服拿上身,埋鏡拼拼試試? 因為觸摸甚至穿上身的感覺 是很影響我們的情緒和行為的 當我們埋鏡拼拼,摸到那件衣服那一刻 其實已經與衣服產生了一種感情連結 令你更有衝動擁有這件衣服 身為消費者的我們 在行銷專家的手法越來越高明的同時 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多留意身邊的環境 感受、享受這些手段 而不是讓它們誘惑、讓它們左右 正如生活的其他部分 買東西時,都應該打開五感、運用五感 不要對身邊的一切照單傳收